她千方百计以假死逃离那个囚禁自己的丈夫 如今却处心积虑要回到丈夫身边 因为她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带走曾经为钱卖掉自己的母亲 未能与母亲约好逃离的时间和地点 女人趁四下无人 竟然胆大妄为偷偷地潜入丈夫的书房 给远在家中的母亲打去电话 告知明天就是动身离开的最佳时机 安娜还没等到母亲的回应 却等来的是那个残暴不仁的丈夫 卡尔不动声色点亮了灯光 顿时让安娜慌了神 但为了脱身她先是道了歉 随后谎称因想念家中妻儿才会擅自动的电话 卡尔虽然没有与她过多纠缠 但很显眼安娜的解释让卡尔更添加了怀疑 然而这个掉以轻心的安娜本想着临走前 喜去多日的疲惫放松自己 但她却不知 自己记载下的秘密早已被卡尔管家发现 老谋深算的管家听声便未出安娜的伪装 但却未立即揭穿 可就在安娜与母亲约定好的教堂前 二人等待的却是彼此的实质交臂 身不由己的安娜并未成功带走了母亲 只能留着母亲在原地哭泣 车站内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掌握到安娜异常的管家竟然放走了她 并且信誓旦旦地告知卡尔 安娜确确实实是教练身边的一个小罗 全身而退的安娜回去后 心有不甘的她 匿名举报丈夫的残暴不仁 并且爆料丈夫已举办拳击赛为噱头 私下设立赌装 甚至还讲出丈夫杀害他人 顶替妻子的全部事情 一心想之于卡尔死地的安娜 立即将信件送到报社 很快安娜的爆料登上了报纸头条 显而意见这篇报道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虽然报道中并未提到卡尔的真实 但所有的控诉全然指向卡尔 这种损坏自己名义的事情 让卡尔气到浑身发抖 他便给合伙人打去电话 命令他立即想办法的撤销报道 然而卡尔却不知 真正的大麻烦已经向他走来 一向心狠手辣的他也有惧怕的人 此人正是支持自己竞选小镇镇长的金主 金主手拿报纸便来兴事问罪 卡尔虽然内心已经翻江倒海 但仍然一副淡定自如的模样搪塞着 谨慎的金主办事也是果断 他只给卡尔一天的时间解决此事 否则立即撤资撤人 金主走后 卡尔显然已经崩溃不已 一直小心翼翼这么多年 到底是谁 既对自己了如指掌 又与自己有仇 思前想后只有一人 未露声色的卡尔来到神父的面前 不明卡尔此次前来目的的神父 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些敷衍卡尔的话语 丝毫未听见去的卡尔转身拿起弯刀 一把掐住神父的领子 将锋利的弯刀架在神父脖子上 质问他是否向任何人透露过安娜的死 和私下赌装的事 对卡尔了如指掌的神父 此刻吓得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为不让卡尔危害到自己 胆小怕失的神父来到卡尔家中解释前因后果 他转告卡尔前几日女伴男装的安娜 确确实实曾经调查过他 这顿时让卡尔暴跳如雷 原来是他自己隐瞒入室 查出真相后的卡尔立即给教练打去电话 先是虚情假意与教练寒暄着 随后便寻求安娜此刻身在何处 不明所以的教练毫无防备 告知了关于安娜的位置 为解心头之恨 卡尔命令自己的合作人立即解决安娜 合作人办事也是勤快 他重金请来一名职业杀手 让他干净利索地除掉安娜 很快杀手在大学校园中 找到与学生一起聚集的目标 随后拿起聚集枪对准了他